所谓众生 意思是众云合合 而生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叫做生 这个世间 哪一样不是众云合合 而生的呢 动物是的 植物也是的 矿物也是的 乃至于自然现象 风起云飘 太阳热 月光清凉 都是众云合合而生 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因不一样 云不一样 果当然也不一样 就是众生里面 我们单单说人 把这个范围说得很小 说人 人里面范围再缩小 再缩小是什么呢 是自己 只要我们很冷静的去思维观察 像冷静会上 波斯尼王一样 我们想象 我们十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身形 是什么样子 二十岁的时候 跟十岁比较一下 不一样啊 三十岁跟二十岁比 也不一样啊 十年十年比 那个差异非常明显啊 再说细一点 一年一年比 年年不一样啊 再细一点 越越不一样啊 天天不一样啊 这是什么道理啊 随心分别起 你的念头不一样啊 幼年的时候 童年的时候 忘念少了 所以你还能保持 几分天真浪漫啊 年岁逐渐长大了 对于五月六成 渐渐的被污染了 天真浪漫啊 舍掉了 情欲 增长了 真相 少了 邂渐渐渐通了 舍户的脑 我这个说法 诸位不难懂啊 为什么呢 我们自己都是过来人 什么人 能够在一身当中 保住你的童心 那一份天真 要是几十年不变 你就是有道之人了 不是普通人了 这个佛门里面 修行法门很多 有一门叫婴儿行 就是修这个 永远保持自己的天真 换一句话说 决定不受外面境界的染污 这要定功 这要智慧 智慧能看破 定功能不染 那个不染就是放下了 放下什么 放下所有一切的污染 能不受他的害 这个是真功夫 佛菩萨的成就 如实而已 佛菩萨在九法界 世心种种不同的身相 教化 种种种不同的身相 他的能力 就是自己能做得了主 与一切众生 活光同尘 而不然 本事在这里 我们凡夫 插 就插在这个地方 凡夫跟众生 活光同尘 立刻就被污染 污染的像是什么呢 齐心动念 妄想分别执着 通通现前 这是染着的像 就不能像 祝佛菩萨一样 六根接触 六尘境界 如如不动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慧眼 它不是分别 它是智慧 它是智慧 虽然明了 它样样都不沾染 这个不沾染 是什么呢 心里面 没有丝毫关爱 也就是说 释出世间 一切法 无论是顺 顺境 逆境 善与 我 菩萨 根尘 相接触 的时候 从来 没有 齐过 心 动过 七心 动念 上 那来的分别之处 这个我们称为真人 圣人 趁他做佛 趁他做菩萨 我们今天要学佛 学什么 就学这个文字 在哪里学呢 在日常生活当中学 在跟一切大众相处当中学 训证